数学函数这个范例 打开之后的话要完成这几个 第一个用公式 第二个用函数 第三个VBA 第四个可能就是智力函数 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把一些问题解决 当然这个地方的月考成绩 如果只是加总那比较简单 可是如果今天我希望在上面 自行再加上百分比 也许是这个地方第一次30% 第二次呢 占30% 第三次假设40% 如果说像这样一个比例 这个有一个比重的话 那我希望最后的学习成绩 可以帮我计算出来 那如果用公式的话 当然就怎么样 这个第一次月考成绩乘上什么 乘上它的百分比 再加上什么 第二次月考乘上它的百分比 再加上什么 它的第三次乘上百分比 那最后的话呢 打勾之后就会有一个结果 这个才是月考成绩 不过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向下填满 那向下填满 这个第十一列的部分 比重不能够 因为向下填满的话 这个利害会增加 所以只要是看到第十一列的话 请各位按下F4 把第十一列的部分呢 把它锁起来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应该平常用到的机会还蛮大的 就是一个公式最后做完之后打勾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学习成绩 向下填满 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如果今天要算学习总成绩 假设字形加上一个比重 然后可以算出结果 我们可以用公式的方式来做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不用公式 有没有相对应的一个函数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我们内建有个函数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这个在数学函数里面 数学三条函数里面 有一个是叫S开头的 也是Sum S你可以打一个SU Sum 有一个叫SumPoda SumPoda这个函数的话 它里面呢 就可以把多个范围 把它相乘的结果 返还到这个位置 比如说我今天呢 有两个范围 要互相乘的话 比如这个范围 跟这个范围 两个范围 甚至当然你有第三个 第四个范围 你也可以称 那其实它是什么 多个阵列 其实就是多个范围 阵列或范围 然后的这个成绩之总和 所以呢 这个刚好符合我们的需求 所以第一个阵列一 第二个是阵列二 就是第二个范围 再选错了 再选这个范围 第一次第二次 OK好 然后呢 把11列的也是一样锁起来 因为等一下怎么样 一样要向下填满 按个确定 那这个地方一样会产生结果 不过会有小数点 如果我们要求到整数的话 那就自行把这个小数点移除掉 那后面当然如果我今天希望有第三个 就是用什么 用VBA 那VBA里面的话也许我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按钮 假设在上面加一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自动把刚刚的动作也是一样完成 那方法当然很多啦 前面我们有做过 然后另外的话呢 旁边再来就是一个什么 自定函数好了 那自定函数呢 最好是怎么样 也是一样 就是插入一个函数的时候 当然现在是还没有啦 理论上就是说我们会在使用的制定里面会出现一个比如说成绩函数 那这个成绩函数的话 可以怎么样 可以选范围就好了 你选成绩给它 它会自动怎么样 把你的结果算出来 会比刚刚两种方式来得更简单 那这个部分的话怎么做 我想前面我们有做过类似的练习 那请各位呢 先把这个逻辑先处理完 第一个是用公式 一个是用函数 OK 这个那相关的完成画面 其实在那个云端上啊 或者是在那个表单 在在那个讲义里面呢 其实都有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后面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如何把刚刚逻辑 转成一键完成 OK 第二个制定函数 还是一样 插入一个函数 那最好是可以怎么样 选一下范围 它自动帮你怎么样 把结果做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把它变成一键完成 那刚刚的动作呢 我都按一下按钮 它会自动帮我把这个结果 自动的把结果输出到 我指定的范围里面 OK 所以 这边的话呢 当然我按一下这个按钮 OK 你会发现结果就出来了 那会跟旁边一模一样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可以不需要去再 假设你重复的事情 只要做一次就可以了 把它变成一个按钮 那这个地方 那前面有讲过了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撰写 像这样的按钮的话 基本上 第一个你要去思考 就是当然一定第一个 开发人员里面 开发人员里面 我们一定是新增一个新的模组 并且在里面做一点事情 然后在最后把这个按钮再加上去 这个部分就完成 那里面大家要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动作 这个前面应该有做过类似的 开发人员Visual Basic里面 那主要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按钮大概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利用公式 一个是利用直接就输出 两种方法 那第一种方式就是说 假如我希望怎么样 在按下按钮的时候呢 自动把那个三坡的公式 直接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指定的储存格里面的话 第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按钮 按钮大概形式 按下去之后 你可以带什么 带刚刚的公式 直接把这个公式 假设要动态的放进来 动态的放进来 这第一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这样 直接就输出什么 你要的指定的 比如说包含什么 包含我们公式是 从D栏 E栏 F栏 然后的什么位置呢 这个I列 这个13列可以变成变数 因为我将来需要的是什么 从第13列一直到27列 这个范围要自动帮我输出 所以会有两种方法 我们逐步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我可以在Vision Basic里面 假设第一个 我们用的是公式好了 那这边我们就插入一个什么 假设我们重新再写过 插入一个什么程序 这个跟前面一样 不过插入程序之前 你要先确定一件事 因为今天已经第四次了 所以这边有模组 你要先确定 有没有这个模组 OK 有模组之后的话呢 再到上方插入一个程序 那程序的名称 也许我们叫做月考 底线公式好了 假设今天 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我把公式 带到那个储存格里面去 那我该怎么说 第一步 先插入一个程序 第二个的话呢 给什么 给一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指的就是说 我要输出到哪一列的范围 然后呢 输出到哪一栏 所以一般可以直接从上面这边 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需要输出的是 第十三列到或是七列 所以通常我们会用 类似的公式就是for 这前面大概有写过比较多 for I 等于第十三 到二十七 有没有 你给他一个范围 二十七 enter两下 nest 也就是告诉他说什么 我要在第十三列到二十七列里面 去做一些事情 那做什么事情呢 最后输出结果一定是放到前面 sales 瓜糊 第十七列里面 我要输出到哪一栏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列已经OK了 当然就是栏的部分 那输出到I栏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可以打一个双影号 然后再一个双影号 瓜糊等于什么 后面的话 我们要输出的是一个公式 所以公式你可以先 先打一个双影号好了 打一个双影号之后的话呢 那可是这个公式的我们来源 是从刚刚做过的这个公式 要把它call到这里面来 所以记得切到这边来 上面有个公式 你就先call 就是H3的这个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公式 然后把这个公式按右键 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记得再把它取消掉 因为如果你没有取消的话 你切到这个Visual Basic里面 它没办法点击 那再来呢 把刚刚复制东西贴过来 那其实你这个时候 可不可以执行呢 你把它执行看看好了 比如我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哦 它会怎么样 把公式通通执行过来 那里面放什么呢 放的就是刚刚的公式 对不对 可是 问题是什么 好像第一个格子是对的 下面的都不对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应该 这个上面是11列 这个固定啊 可是呢 下面这边应该放什么 本来应该是13 有没有 13列的 要把它改成14列 15列 16列 一直类推 所以呢 我需要动一点手脚 哪些 哪个地方呢 特别注意哦 在这个13的地方 也就是说 要把什么 13变成什么 变成那个I的变数 有没有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 就是I把它放进来 那怎么样放进来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 你不能直接说 直接打一个I 放在这里 它是不能接受 这样的叙数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要把 这个I放到13 这个地方的话 记得就是先把它切开成 两个字串 切开之后的话呢 就是用两个双0号 它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字串 切开之后的话 就是两个双0号 空白两次 移到中间 再串接符号 因为呢 这个 字串跟字串 还有字串跟那个变数 之间呢 记得用那个串接符号 是and and 移到中间 空白空白 再移到中间 给一个I就可以了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实际上 它的原理是这样 就是说前面这个是一个字串 这边是一个字串 本来是完整的 它把它切开来 那这边又有一个独立的字串 把I放在中间 OK and 符号 记得前后都要加空白 OK 那我们先完成 就是说 第一个 我已经把 这个I给做出来 本来是13 那后面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我建议各位就是直接 做完之后 把它复制一下 因为这同样的动作 把13怎么办 贴上去 贴上 盖上去就可以了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怎么样放个变数 如果说 你实在还是不是很了解的话 我建议各位刚才把那个口诀背下 就是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那你可以先打两个空白 或者是 空白空白移到中间 and 移到中间 再空白空白移到中间 打一个I 那这样子的方式 就可以把这个变数呢 放在一个 字串跟字串中间 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再把它执行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全部都84嘛 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全部都符合我们要的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它会把那个I 放进来之后 这边就D13 下面就D14 以此类推 也就是说 本来这个地方呢 是固定13 那现在就是都会一直往下 那根据谁呢 根据那个I里面的值 OK 所以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旁边的这个公式 假如说带到这个里面来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所以以后你做完一个公式 利用那个什么VBA 这边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先什么 插入一个程序 然后再跑一个范围 最后呢 把公式放进去 那我这个地方 再加一个注解好了 那注解的话 就是在前面加一个单影 比如说第一个是范围 第二个是公式 好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这个是如何把一个公式 放到一个范围里面 来画面先画面 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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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